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特别节目 生死之间 上期节目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王立军的事情 引发出他在辽宁时 在锦州时所触及到的 他自己亲手所做的有关活摘器官的具体的事情 海外人士 我们中国人说老外 在他的眼睛里 绝不能容忍和接受 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地球村上的人 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政权 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 竟然活摘他人的器官 他不能接受 他们曾经要求到中国去调查 但是被中共当局完全拒绝了 那他们自己从自己的专业的角度 从法律上能够认可的角度 去尽他们之可能调查到底在中国 有关器官移植 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的真相 那这一期节目当中 首先他们提出质疑 在可以记录的时间里面 中共各大医院拿出来的有关 已经完成的活摘器官的数量 和他们根本无从解释 这些器官来自于何处 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 来自海外的专业人士 人权律师 那法官曾经做过的检察官 以及在加拿大政府任职 三十多年的最资深的议员 他们从自己专业的角度 对这件事情的直接的调查的和质疑的内容 是中国一个大学宋主任吗 您说吧 然后他那个医生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检原挺好的 就是说那个他练功 练什么功 练法轮功 练法轮功 就是练法轮功 身体都比较好嘛 练功那些 你不是说是有心理的 有活的人的 你这个说是活的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因为犯人练法的工 这样的犯人 国体能够有保证 足够吗 对啊 所以你到时候可以 仔细过来再继续看 这些草莓的 人权律师 must be stopped 被 stopped 在第一次 要再次再次再次 再次再次 再次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 器官移植 本来是科学进步后 用来延长病人生命的 一种治疗手段 但是在中国 从一开始 这个领域就沾上了 血腥和神秘的味道 1975年 赣州市 锦凤山小学教师 钟海源 因为支持所谓的 反革命分子 李九连 而被关押 关押期间 因拒不认罪 他被定为 反革命分子 判处死刑 1978年4月30日 钟海源 被五花大榜 批斗丢街 之后 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执行的军人 故意朝他右背 而不是左边心脏处 开枪 使他不会立刻死亡 早已等候在旁的 医务人员 一拥而上 把他抬进 附近的一辆 彭步军车 在临时搭起的 手术台上 活着 偷取了他的肾脏 这个肾脏 很快被植入了 在南苍 92野战医院里 等待肾移植的 一位高干子弟的身体 现在我们国家一年 大概一万多 一万到一万亿 这是2012年6月9日 中共喉舌媒体 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调查栏目 播出的一档 名叫生命的礼物的节目 节目中 就中国的器官移植的 来源问题 记者采访了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 黄杰夫 但是随着 美国国家的 社会经济的进步 很多国家就 废除了死心 那我们国家 是唯一的一个 主要依靠死刑犯 来得到 尸体器官的国家 但其实现在 情况也在变化 因为我们国家 随着法治的进步 现在死刑 除了一个数量 也在明显的减少 对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器官来源上 应该面临 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问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 中共官方宣称 近十几年来 中国死刑犯的数量 在稳步减少 与此同时 因为传统文化 和习俗的原因 愿意志愿 捐献器官的人 依然寥寥无几 到2007年9月为止 中国只有61例 脑死亡者 捐献器官 而亲属间的器官移植 只占器官移植 总数的1.1% 但令人费解的是 在器官的来源上 中国的医疗部门 并没有面临 如这位记者所担心的 更加严峻的问题 近十几年来 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从2000年开始 爆炸性的增长 你好 你是肝移植中心 它的号码是多少 选机中 请商号 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现在有一个表例 就是诊断的是 丙心肝也已经18年了 丙心肝也18年了 是慢性 活动性 丙心肝也 但是现在 我跟你讲你这个甘育子是可以的 那我就问啊 等要等多久 工体有 平平有 我们今天要做 不是你现在 不是说是有心血的 有活的人的 你这个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不当然我们的是最好的 那你们这个做了多久了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技术 我们做了五六点的 做四五点五六点的 喂 喂 请问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是 您说吧 我刚才您站线 我就没答应 我就是 这就有几个问题 这是我审婶 她在理工大学 她就是觉得 也是 拿出这笔钱来吧 就要下决心做这个 肾移植 她关心 还有就是说 这个问 就是一年做多少例 我们一年去年430多例吧 那你们比那个手艺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比北京的都多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那个就是从发展 就是顺移植最开始 就是不是开始 是发展好的 是多少 有几年了 大概有五年了吧 上面的录音是在2006年3月16日 一组海外的调查人员 乔庄成需要做移植的病人的家属 与中国一些医院的移植科医生的对话 从这些对话中 感觉不到因为死刑犯减少 因此器官供体缺乏的苦恼 相反 这些医生信心满满 表示器官的供应相当的充足 而且 其器官移植手术的大规模进行 都是从五六年前 也就是2000年或2001年开始的 确实 根据中共媒体的报道 在2000年之后的六年间 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 是2000年之前六年总量的三倍多 那么在死刑犯数量稳步下降的情况下 这暴增的移植手术的器官供体 到底来自何方 除了无法解释的暴增的器官移植数量 中国的另一个怪现象 是极短的器官能等待时间 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 只要能负担数十万人民币的费用 中国的许多大医院 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时间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曾在它的网页上声称 得到匹配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 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 曾经明确写着 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而美国拥有高效的全国性器官移植和共享网络 是全球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在那里 心脏移植需要平均等待近八个月的时间 而肝脏是两年零两个月 肾脏是三年零一个月 不仅如此 中美两国除了器官等待时间上的巨大差距之外 中国的器官移植还提供另外一项令人惊讶的服务 成立于2003年 关闭于2007年9月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网站 设立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内 是一家面向外国人的器官中介机构 通过这家机构 寻找匹配的肾脏捐献人 可能只需要一周 最长不过一个月 不仅如此 如果捐献人的器官有什么问题 那么在一周内 患者可以得到另一器官 并重做手术 很好 不可能 如果有限软因为就没有根幹 这些人是人家人 同的病毒 我们不可能倒下 老患者 这原创造成立于基本上 一形成立的成立 illness 这些人是生命的人 被捐 그리고他们的ban育 症 如果要去中国 你会成立的质大室 三天前 那就代表 那你会去股材 and execution blood type and tissue type the potential executee and have them ready to go before you need to leave